卡通加飞猫是许多八十年代动漫迷的集体回忆 喜欢加飞猫的人至今依然大有人在 是的 那就有个猫咪俱乐部 今天在雪兰儿的雪邦举办了一场加飞猫大赛 一百多只长得像加飞猫的橙色 妙心人相互睁眼 最终有一只四岁名叫哈拉的猫咪脱颖而出 哈拉之前还经历过流浪街头的遭遇 其实我非常感激烈因为我并不期待哈拉的猫 但是我认为他最多像加飞猫 among其他人 但是你以前在你的生活生活中 你认为哈拉也看得像加飞猫吗 其实它很有趣因为当我们最初遭遇哈拉 哈拉就看得像其他猫 但是我并不发现他其实很一样 对四主来说参加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冠军 更是为了凸显猫科动物的多样性 一直以来大多数比赛都是为了名种猫而举办 不过这次却能够让流浪猫参加 甚至还因此获胜实属难得 那除了猫粮和维他命补品之外 哈拉也获得了五百令吉的现金奖 也别担心了 那么我们可以聊天 里面呢 你为了那些人 听不过啊 可以了 那些人